隊職員他們都已經完成了報道的一個手續了 那現在都已經在整個畫面 大家可以看到的這個前方的休息區 然後來等待 因為在稍後的11點鐘 行政院長蘇貞昌院長 將來到松齋機場 來為這一次出征東京奧運的 整個中華代表團來加油打氣 沒錯那2020的東京奧運呢 雖然是延遲了一年 不過終於要在7月23號正式開幕 那會一路比賽比到8月8號 進行閉幕式 那在這期間呢 我們當然也要鎖定中華代表團的表現 為他們加油 今年呢中華代表團是在18個運動項目當中 拿下了68個參賽席次 是真的非常不容易啊 是 那當然 除了2004年的雅典奧運 還有2008年北京奧運 那兩年是有棒球的項目之外 對棒雷球團體項目 其實這一次的這個68人的 這樣的一個選手的團隊 其實算是 這五間奧運來最大的一個陣容 如果扣掉棒球項目不算的話 對沒錯 而且尤其是在網球的女雙項目 其實我們是在最後的關頭 我們就獲得了 有兩個名額 包括了謝淑慧那邊的謝宇傑 然後他們在這一次也是 地補啊進入到了東京奧運的這樣的一個網球女雙的一個項目 沒錯 據說聽說到這個消息的時候 兩位選手都是在海外 一個是在法國 那一位是在美國 那代表團也非常的努力就是幫選手進行了許多事前的溝通 然後讓他們趕快準備好也要前往日本東京 那當然現在你現在透過畫面啊 在整個YouTube直播平台上 我們透過MOE的這個頻道 大家看到現在是目前松安機場最新的狀況 那由於今年還有去年這個COVID-19 新冠肺炎疫情這樣的一個關係 所以那讓東京奧運是整整延遲了一年才進行 就像剛才宜莉在跟大家講的 那今天中華隊出發 那下午一點的班機 那到了東京之後馬上就要進入選手村 而這一次的東京奧運將會在7月23號來正式開始 到8月8號結束 那中華隊這次總共是參加了18個種類的這個運動的項目 那總參賽的選手的名額是68人 那在今天呢 雖然是這樣的一個防疫的一個情況 不過看到今天中華隊的一個出征 還是吸引了相當多的媒體 來到現場來一起來參與這一次的這樣的一個盛事 沒錯 那本屆的中華代表團呢 其實一共有179人 將會分成五個梯子來出發 那我們今天看到這一團就是最大團的 那先前部隊當然是已經抵達日本東京啦 其實在14號的時候就已經進駐 先來處理一些賽會註冊啊 以及在選手村的路線探勘等等事項 那今天包機出發的主團員是有134人 其中包含了14個代表隊的教練和選手 包含38位教練 50位選手 那其中也有三位的陪練員 那另外我們也有非常龐大的醫療團隊 加上其他工作人員 一共134人即將在下午1點鐘 要飛往我們的東京雨田機場 非常高規格這樣的防疫 大家可能會想說 扣掉這些從國外直接去到東京報到的這些代表團員 那台灣這一次選手部分大概是50多人 那可是加上這個隨團的這些醫療的一個團隊 還有教練團的成員 光是今天的這一架黃黃包機的一個搭乘人數 就達到了134人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 那這一次在隔了5年之後 上一次我們參加奧運是在2016年的巴西里約奧運 那去年2020年的東京奧運 因為COVID-19疫情的關係延遲了一年 那事隔5年之後 那這一次我們派出了這樣的一個團隊 那希望能夠在這一次的東京奧運當中 能有不錯的一個成績 沒錯 那我相信收看的觀眾朋友們 現在一定都非常的興奮 因為我們在現場也是非常興奮 那我們也可以感受到選手的一些喜悅之情 因為等了這麼久 終於可以比賽了 終於要來到奧運運動員一生的最高殿堂 是在稍後的10點40分 我們在這個鏡頭前面 我們排除萬難 因為他們今天在整個松山機場 其實雖然有這麼多的媒體來採訪 可是因為這樣的一個防疫的規定 我們還是不能夠跟選手任何接觸的 要知道在過去的這幾個月 在高雄的一個左營訓練 國家的這個訓練中心 其實為了避免這樣的一個疫情的一個傳播 那整個其實在左營是一個泡泡的一個狀況 泡泡園區 所以選手其實都已經待在這個 泡泡園區狀態已經非常久了啦 那今天跟著一起出發的醫療團隊 其實也有高達21人 因為新冠肺炎疫情的關係 其實東奧代表團是特別特別的謹慎 這次也有特別聘請到防疫協調官 還有四位專業的隨隊醫師啦 那我們有三位醫師是來自長庚醫院的主治醫師 同時他們也是上一屆里約奧運醫療團的骨幹 那種種經驗他們將會伴隨選手一同來徵戰 那除了協助防疫之外 其實我相信有這些醫生們 在選手不管是治療傷病啊等等 其實在心理上也是非常堅強的一個 非常堅強的支持 我不知道大家現在透過直播畫面是不是可以看到 現在在整個這個舉重項目這邊啊 這一次在冬奧這個奪金呼聲相當高的 我們的舉重女神郭姓淳 還有這一次我們參加冬奧的這個舉重的團隊 在行前在進行最後的一個合照 那當然我們剛才有提到在稍後的10點40分 我們會找來一些這個選手啊在鏡頭前面來做訪問啊 如果現在有在看這個網路直播的這個觀眾朋友 如果你們有問題可以放在留言區裡面 我們待會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會幫你來問這些選手問題 看看你想要問誰 那我們盡量的來 為大家來排除困難來做到 那大家應該也可以看到剛才合照的這7位 舉重選手包含了高展宏 那大家看得出來他們現在準備要搭機 心情上都相當興奮啦 嗯 其實在過去這幾屆奧運啊 那中華隊其實都有拿到 我們已經連續四屆奧運都有拿金牌了 那從陳偉林2004年的雅典奧運 這個2008年的北京奧運開始 我們現在看到已經有選手要來 跟我們來進行有安全距離 這樣的一個這個訪問了 好 那現在我們即將訪問到的選手是 華船女子華船單人雙獎項目的 黃奕婷 那他今年是第二度參加奧運 上一次是參加里約奧運 那 我們先來請奕婷 我們要遠端的訪問 所以我們要等他消毒一下麥克風 還是這樣講 他們這樣子 想念到 好 那沒關係 我們先請奕婷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奕婷現在你在這個我們的YouTube直播上 對 直播上 你現在是第二次參加奧運 要不要講一下自己的感想 這次的目標 還有現在的心情 呃 這次就是覺得 比較沒有像上次那麼的緊張 然後沒有那麼 就是 應該說就是知道說 要怎麼去 比賽 然後面對每一個選手 對 然後覺得說自己就是在這五年之間也成長了很多 然後相信就是在 比賽上也會有不錯的成績 嗯 那目標就是 希望可以 就是玩 呃 突破自己 上一屆的成就這樣 我們知道你在前一陣子在東山河有在 在進行練習啊 嗯 那你 除了希望 就是目標就是突破上一屆的成就之外 那最近練習的狀況如何 最近就是只能加緊馬步 然後 把握每一次的下水的機會 那 就是剛開始下水的確很不適應 因為真的大概快兩個月沒有下水 所以在水桿的方面還有傳數的連貫上面會有一點死痕 那現在目前有盡量抓回來了 來 那加油 好 謝謝 謝謝 好那我們接下來要訪問到教練 謝茂松 是不是也請教練來談談 因為這一次在三級防疫期間 其實疫庭他可以在水上練習的時間是比較少 那針對這樣的狀況 你們有做哪方面的特別的加強或者是調整嗎 呃 我們從 呃 5月1號 8號到 日本參加那個 奧恩茲隔賽回來 然後隔離以後 後來又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 呃 大部分的時間 我們都是在做路上的訓練 然後他的力量啊 體能各方面是進步幅度蠻大的 但是 最近也因為 呃 宜蘭縣 縣長的 協助 呃 就 讓我下水去 去練習 所以 呃 一個禮拜來 稍微抓一點水感上來 不過我們會盡 最大的努力 好 讓他能夠取得更好的成績 好 謝謝教練 那相信 那相信 短短這幾天 有抓到水感 相信對一婷來講 就是非常大的幫助 那 滑船項目將在7月23號至30號 於海之森水上競技場進行 那 女子擔任雙獎預賽是在7月23號展開 那 接下來 好 接下來接受訪問的是 我們不定向飛把的設計選手 楊 這個 楊坤壁 坤壁我們知道你在亞運 是有拿下不定向飛把的 這樣的一個亞運的金牌 那 今年的東京奧運 比 原本預定的舉行時間延後了一年 這段時間 你是怎麼樣調整自己的狀況 其實在這一段時間 其實在這一段時間 是對我一個 應該說是非常有利 因為在過去一年的時候 因為在過去一年的時候 我的狀況不是那麼好 對 那其實延了一年之後 我有正常的調適之後 我覺得 我這次可以全力以赴 我們算是來自於彰化的選手 那 出發前有沒有什麼東西 要跟家人講的 然後 跟支持你的人 在出發前 有沒有什麼 用簡單幾句話 來 說一下 好當然 很謝謝那些支持我的朋友 還有我的家人 我的教練 那周遭所有的 好朋友們 謝謝他們為我加油 對 謝謝加油 謝謝 謝謝 那接下來我們要訪問到的是 女子25公尺手槍項目的田家蓁 家蓁今年是二度參加奧運 上一次已經是二零一二年的倫敦奧運 非常久的時間 那這段期間自己也當了媽媽 你覺得 今年參賽跟上一次參賽 心情比起來有哪些不一樣的地方 心情情 上一次是年輕 然後會比較激 然後會比較激 比較興奮 這一次打媽媽之後 緊奮都比小孩 比較平淡的心情去看待奧運 剛剛講到說 你是這一次代表團的媽媽選手 我們知道 女女兒圈圈 三歲多了嘛 那 要不要趁這個機會 你現在是網路直播 有沒有什麼話跟女兒 在出發前講的 呃 要乖 要聽外婆的話 不要搗蛋 希望她可以看轉播來 替媽媽加油對不對 呃 這倒還好 她可能 不會想看我比賽 OK 對 好那就加油 謝謝 謝謝 好現在我們要訪問到的是那個 田家珍的教練 也是她的爸爸 那田招之教練 那 談一下就是 有了上一次參賽奧運的這樣的一個經驗 那今年 我們剛剛也有講到 因為這個COVID-19疫情有延遲了一年 那這一段時間的 多了這一年的一個調整 就教練跟一個爸爸的角度來看 田家珍在調整的狀況 還有您對他的期望 好 基本上延續了一二年的奧運 我們是第二次參加 所以 這個疫情的關係 延後一年的話 對我們來講 是在這個空間裡面 進步空間裡面比較大 所以這一次我們是先取得 進入拳把 再取得奪牌的機會 謝謝 好 那我們希望就是 這一次 非常難得的 能夠 在 克服疫情的情況之下 去到日本來比 再見 希望未來能夠一切順利 然後當然還是要做好防疫力的準備 對 祝你們好運 加油 謝謝 謝謝田教練 那我們剛才也有提到 今天出發的醫療團 成員有二十一人 那我們就請到 醫療代表團的負責人 林英舟醫生 來跟我們聊一下 這一次醫療團隊可說是準備得非常充足 那這一次在人員以及一些事前的準備上 可不可以先稍微跟我們分享一下 我想這次體育署跟奧會準備了很多防疫物質 那我想大家在媒體也看到 就是我們幾乎所有的酒精用品 然後面罩 然後口罩N95 防護衣 然後還有一些個人的用品 其實都準備得非常齊全 那目的就是希望說不要共用 然後造成一些交叉的感染 好 謝謝林醫師 謝謝 好 那由於今年全球都受到 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 所以中華代表團這次是特別謹慎 成員是草木皆兵 那另外就是希望可以盡可能的保護選手 避免與外界不必要的接觸 那其實今天選手呢 大部分的選手是從高雄左營訓練中心出發的 那只有部分的選手是直接到松山機場來 那其實這一路上都有非常多防疫的措施 以及我們醫療團隊也幫了非常大的忙 後勤團隊也是 那我們現在看到在整個松山機場的休息區裡面 當然現在透過整個紅龍包圍住的 就是我們在這邊在等待出發的中華代表團成員 那也跟大家預告一下在稍後的一個行程 我們等一下我們的這個教育部的部長潘文中 潘部長會來到鏡頭前面來在直播啊 來直接接受訪問 看看現在在看直播的觀眾朋友如果有什麼問題 想問潘部長或者是希望那 教育部替體育署來讀邊點預算的話 你這個時候可以很勇敢的提出 所以來到現場來為我們的整個中華代表團來加油打氣 那我們現在先看一下稍早的一個情況好了 我們今天我們知道剛才醫療有特別提到 這一次除了在國外直接去東京報到選手之外 其實大部分在左營國訓中心待了兩個多月 泡泡的這一些代表的選手 今天是一早搭乘高鐵然後北上 然後再透過遊覽車的接駁才來到松山機場 我們來看一下稍早的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稍早在整個高鐵站 我們也今天也是有深情了 然後我們的攝影同仁下去拍攝了整個代表團 這個抵達南港車站的一個情況 沒錯今天中華代表團是起了個大早啊 一大早就離開了左營泡泡園區 從左營高鐵站搭乘9點05分到達南港高鐵站的班次 那在我們搭車的過程當中 其實是採用包艙的形式 擁有兩節專屬的車廂 這樣一來可以減少 再來建議完了就是樓道 與一般乘客的接觸 開車教練機下樓道我們是前提 前提完了的是自由車 自由車完了是跆拳道 還有的是桌球 現在有在宣布啊 待會這個院長來的時候 大家的這個站的位置 對對對請選手準備好 安全的一個距離 是 最後是團本部 跟我們的後勤的支援團 對工作團 在最後面 在最後面 好不好 待會的順序 按照這樣的方式也是在進行 好不好 好 好的 你現在收看的是 在YouTube平台上 我們的MOE 教育部體育署的 這樣的一個官方頻道 為大家帶來的2021年 東京奧運 在中華代表團 在台北市蘇丸機場 即將出發前的現場直播 我們從10點半開始的現場直播 一直到11點半 要為大家帶來一個小時的 現場直播的一個服務 好那現在大家看到的畫面 其實是選手今天出發 那要抵達松山機場的畫面 那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現場很多行李箱 其實他是跟選手分開 來到我們松山機場的 那為了就是要提前來做清潔 以及消毒 讓選手在進到機場之前 其實他們的行李箱都已經消毒完畢了 讓他們可以更輕鬆的去check in 辦理登機的手續 那也包含我們看到了 大型的運動器材啊 還有大件的行李箱 所以其實在現場 我們看到選手都已經只有 拉著自己的登機箱 白色的登機箱而已 那當然在這些行李當中啊 經過了清消之後 我們也知道在今天的一個最新的新聞 在整個東京奧運的選手村 今天還是持續有傳出啊 有這個奧運的一些相關的人員 有傳出可能這個PCR檢測陽性的一個狀況 所以中華代表團今天在下午抵達選手村之後 當然我們也會盡量的一個相對安全的方式 來進行在開幕式之前這樣的一個防疫的一個準備 就是要小心再小心 那另外其實在選手還沒開始打包行李之前 這個中華奧會啊代表團等等就已經有先準備好 比如說像是鵝溫槍、血氧機、消毒紙巾 還有口罩等等防疫物資給選手 都先幫他們準備好 讓他們在準備要出國打包行李的這個過程當中 可以更順利 那當然在整個體育署所發給每個選手 這一次每個選手都可以領到一大一小 這畫面上大家看到一大一小這兩個行李箱 說實在一裡這兩個行李箱 做得這麼好看我都很想要 對啊現場尤其看到就覺得很有質感 很想要借來試拉一下 但是沒有辦法 因為就是要保持一個安全的距離 然後我們也不可以亂動選手的東西 所以我和雅力哥就是只能遠觀 沒有辦法近距離來觸摸 因為除了這行李箱之外 其實就像以理講 這一次體育署方面 有配給這些選手 包括了個人的這種攜帶式的這種吹風機 然後一些個人的用品 都讓選手們可以直接在東京奧運 在選手村裡面 其實在關在房間裡 自己就可以來用 就不用去到外面 跟人做太多的這樣的一個不必要的接觸 對沒錯 所以其實在先前部隊呢 他們也已經都探勘完選手村的路線 他們要怎麼樣最快速的去做篩檢 或者是怎麼樣出入是最安全 可以接觸到最少人群的 先前部隊都已經做好了準備 就要迎接中華代表團 今天可以入住到選手村的部分 我們知道今天的這個東京奧運的滑航的包機 是在今天下午的1點鐘 將要從台北市的宋安機場來起飛 那當然這個包機 所有的中華代表團的對職員 今天全部都是商務艙等級的這樣的一個待遇 那雖然飛行時間不長啦 從宋安機場直飛到東京的雨田機場 不過商務艙的待遇 這樣感覺真的不錯耶 當然啊 國手出國比賽這種待遇是一定要的 那中華代表團是預計 在下午的4點10分會抵達東京雨田機場 那當然其中有幾個項目 像是 高爾夫 有幾個項目的選手 他們是不會入住選手村 因為他們的比賽地點 其實距離拉車會比較遠 所以是選擇下他在附近的飯店 那當然這些飯店也都是 大會有認證過的 所以也算是一個泡泡的形式 我們前面也講到了 這一次的一個中華代表團的奪金的重點項目 前幾屆的奧運 包括了2012年的倫敦奧運 2016年里約奧運 取足鏡 都是拿大的金牌 那今年當然 舉重項目 也是重點奪金的項目 沒錯 郭欣純這位這個世界紀錄的保持者 也是在賽前這個 的一個奪金重點項目 新體戰 尤其他這幾年呢 就是一直在刷新世界紀錄 狀態是相當的好 相信大家也都對他 充滿了非常高的期待 加油 現在各個項目在比聲亮的大小了 在哪裡 海王子 別害羞舉手 來 謝謝 雨球隊 講到了 雨球講到的 競技抵招 雨球隊是離我們 鏡頭最近的 抓球隊 嘿 加油 前衣 嘿 加油 往球看 耶 我們後來又加入兩位 兩組的球隊的女生 加入我們的團隊 這太棒了 好 謝謝大家 那不曉得大家有沒有聽到 其實現場大家的音量都是蠻大的 看得出選手其實都蠻興奮蠻嗨的啦 嗯 其實在 今年啊 除了重點的奪金項目這個 舉重之外 其實蠻多項目是值得大家來鎖定 不管是看無線 或者是有線電視 甚至是網路的一個轉播 你看一下 過去 很有名的電影 翻滾吧 男孩 這個李志凱 蔡奇阿凱 他過去兩度在世大運 替我們拿下了金牌 那 這一次 這個湯馬斯回旋的李志凱 終於要出征 東京奧運 是 我們也希望這個李志凱 還有 先前也在世大運體操項目 拿下單槓金牌的唐嘉宏 那我們希望這兩位的這個男子選手 還有這個女子的這個丁華田 對在個人全能項目 我覺得 都可以來鎖定轉播 來看他們的這些 的一個 在場上的表現 沒錯沒錯 那剛才就是我們有訪問到設計的選手 那另外在設計的其他項目 包含比如說 女子十公尺的空氣手槍 射擊之外 射箭項目 其實我們過去射箭 大家如果還記得的話 2004年的雅典奧運 我們的射擊男 射箭的男子團體 也曾經在那年的雅典奧運 拿下過男團的銀牌 那其實射箭其實在我們台灣 一直是發展了其實蠻多年 蠻長時間的一個項目 那過去我們也曾經有請過韓國的教練 來到了佐訓來訓練我們的這個射箭選手 其實我們射箭代表隊在國際上 也是有不錯的一個實力 沒錯 其實他也是一個獎牌的一個大來源 那不知道有沒有一些正在收看直播的朋友 跟我一樣本身非常喜歡自行車呢 那我們的自由車馮俊凱 台灣一哥他也將在男子公路賽出賽 他是台灣第一位加盟世界一級職業車隊的選手 那他這次是相隔13年再戰奧運 真的是非常非常久啊 那不過在這其中 因為他受了七年一級車隊的洗禮 所以整個實力還有經驗還有心理狀態 都是大幅的提升 那不過今年阿凱首要目標還是要完賽 因為其實男子公路賽賽程 公里數是兩百三十四公里 總爬升也有四千多 是非常非常具有挑戰性的 所以在自由車項目聽伊犁這樣一講 我覺得真的難度很高耶 對但是沒有關係我們大家一起集氣來幫阿凱加油 來全台的車友一起來 那伊犁剛剛提到的阿凱是隔了十三年之後再戰奧運 其實在今年的中華代表團鄭中華也有兩位是五朝元老 對非常非常 一個是桌球項目的莊智淵 一個是網球項目的盧彥勳 是 那盧彥勳這一次也是擔任我們的掌棋官 對男的掌棋官盧彥勳 女的掌棋官是誰呢 郭姓淵 對 郭姓淵也其實在之前二零一八年的雅加大雅運 就是中華隊的掌棋官 所以這一次對這個破紀錄女王來說是駕親就熟 不過彥勳我們知道今年應該如果沒錯的話 是盧彥勳在職業生涯最後一年 是 過去我們也知道在兩千零八年的北京奧運 盧彥勳過去在北京奧運曾經有擊敗過英國Andy Murray的紀錄 沒有錯 今年三十七歲的盧彥勳在戰奧運 我們也希望能夠在東京奧運 彥勳能夠對他的一個整個球場的生涯 能夠有一個完美的據點 沒錯所以其實大家一定都非常期待他們的表現 那當然在田徑的項目 今年我們也是有蠻多的選手參賽 沒錯 像是我們的跨欄王子四百跨的陳傑 那這一次其實陳奎如也有參加一百一跨欄 台灣最助男楊俊翰 是 那另外謝喜恩這一次是參加一百公尺 雖然不是他平常最長比的跨欄項目 不過其實能有這樣的經驗登上奧運的舞台也是非常的了不起 其實台灣的田徑項目啊 從當年的豐宿女王王慧珍之後 其實說實在已經沉疾了蠻長一段的時間了 不過最近這幾年 就是我們剛剛有特別提到了 陳傑啊 楊俊翰啊 陳奎如啊 這些人慢慢的在國際賽當中 開始攪出不錯的一個成績 當然在標槍項目 整個在上一次世大運拿下金牌的 那兩位標槍的選手 我們也希望他們在這次東京奧運看看 有沒有能夠機會啊 寫下個人生涯的一個最佳成績 是 那相信大家都非常的期待 不過田徑項目因為賽程的關係 所以他們這些選手呢 田徑項目的選手 並沒有在今天包機前往東京的 這個代表團當中 他們會比較晚出發 那因為這樣可以有多一點的時間 待在台灣做調整 那也避免提前到日本 接受到可能 比較容易有染疫的風險 是 好 現在的時間已經是來到11點鐘 我們的蘇珊昌院長是蠻準時的 現在來到了送單機場了 蘇院長要來為我們的選手加油打氣勉勵 那我們也看到IT大臣唐鳳也有在現場 請這邊蘇院長特別要向各位致力 並且線上祝福 再次以下點掌聲歡迎院長 如果按照過去傳統的這樣的一個場合的話 院長已經進來應該要跟很多人握手 不過因為防疫的規定 今天 好 我們來看看來到現場的蘇珊昌院長 要來跟選手們說什麼話 好 蔡政府 潘部長 唐鳳正偉 我們 羅秉成 政務委員 花恩人 還有我們澳會主席 我們署長 還有陳薇 我很久沒看 總領隊 所有各位選手 大家早安 大家好 我今天 有這個榮幸 借各位的福氣 穿你們這個服裝 覺得很高興 特別專程來 大家就要到飛機 出國 參加奧運比賽 每位選手 能到奧運的殿堂 相信 都是一輩子最大的光榮跟期待 而各位 不但是 最好的條件 也經過最辛苦的訓練 現在也已經做好最大的準備 就要到最大的奧運殿堂上 為國爭光 我特別代表政府 代表國人同胞 期待各位盡最大的努力 得最好的成績 不要有壓力 但要知道 全國同胞 都做各位的後盾 都祝福大家 有最好的表現 那過去 這段期間 政府也是一直 從各方面 體育 場所 走訓中心 及其他各方面 都希望能做到最好 同時也為各位選手 做最客製化的 包括 教練 包括所有服務 各方面 都希望 還能做到更好 當然 一定還有 不夠好的地方 各位放心 我們奧運主席 隨時都會跟我抱怨 哪裡還做得不夠好 哪裡還怎樣 所以你們如果覺得 還有什麼不夠好 這一趟 他全程參與 就隨時給他講 他肚子 都能容納很多東西 各位 他們都跟我講 要唱歌 這麼小的 沒幾個 然後 陳薇 師傅跟我們 都是打橄欖球的 我打橄欖球 打斷一支鼓以後 就沒有再打了 我期待 各位 就要出國比賽 希望 帶回 國人 對大家 期待 好成績 回來以後 我們也會向 過去 各位回國的時候 我們 給大家安排 英雄的遊行 讓國人 以各位為榮 祝福大家 謝謝各位 謝謝院長的鼓勵與祝福 馬上呢 我們就要邀請院長 還有我們的代表團團長 以及我們的政委部長 一起來跟我們的代表團 合影留念 好的 我們的 送機布條 馬上來準備 我們請後面的選手們 可以起立 我們一起來拍個合照 好 待會呢 師傅這邊會說 前進都進奧運 請大家說 台灣加油 然後比個讚 好不好 扶一下桌子 來 好 請看前面喔 好 大家說台灣加油 正戰 好 前進 中進奧運 台灣加油 正戰 再一次喔 願意合身找尊 再一次 好 前進 中進奧運 台灣加油 正戰 好的 好的 可以嗎 謝謝 好 前進東京奧運 台灣加油 讚 好 好 現在 在蘇文昌運 院長支持完之後 選手們現在就要離開 那 就要直接進入到登機的整個過程了 我們看到這一次 由於有蠻多的人啊 在今天是來到松山機場啊 然後同時包括了採訪媒體 所以在動性的安排上 好 好 醫療團隊還有沒有醫療團隊 還有沒有醫療團隊 對 體育組這邊也是 殺費了苦心 好 選手們非常的有秩序喔 就是以項目啊 醫療團隊啊 這樣 一小群一小群的 呃要準備登機 那剛才 先 上機的是 呃 醫療團隊的部分 那接下來是 蜻蜓 接下來是 柔道 跟觀眾朋友 打個招呼吧 好 接下來是 拳擊 四大驚差 加油 自由車 來 阿台 跟車友們揮揮手 加油加油 好接下來 跆拳道項目 好選手非常的多 所以稍微 卡了一下 我們現在是網路直播 大家都看得到 有沒有什麼話 慧婷 加油 選手加油 加油 柏雅 育仁 桌球項目 要來 健安 射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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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揮手揮手 接下來射擊代表隊 射擊 射擊 加油 志愷 加油 接下來是射擊代表隊 射擊代表隊 雨球 加油 雨球 接下來是雨球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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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天 加油 小天 加油 加油 所以看到包括了整個龐大的醫療團隊 後勤團隊 教練團隊 還有選手 現在都已經陸陸續續經過我們這個鏡頭前面了 今天在整個松山機場的直播工作 好 這也是我們辛苦的後勤工作人員 真的是非常多人非常的努力才能的有這一天 那祝他們出發之後一路順遂 當然在這一次我們的黃昂包機啊 這個CI220呢是在下午的1點鐘要來出發 台北松山機場直接直飛啊這個東京雨田機場 好 那大家可以看到現在選手還有團本部的人員幾乎都已經搭乘電梯要上到二樓準備要進入到海關這邊 那其實旁邊有非常多蘇院長還有其他的長官們也都還在那邊幫選手加油打氣 當然他們都有保持安全的社交距離 對對對 1.5公尺 目視至少1.5公尺 再來上一屆的禮樂奧運啊 中華隊是一金兩銅的一個成績 我們當然希望今年這個2020年的東京奧運啊 在延後的一年舉辦之後 今年看有沒有機會來寫下我們這個成績最好的一屆 沒錯 而且以外媒的預估啊 其實今年外國媒體是預估我們有大概兩金的實力 那當然我們覺得越多越好 我們偏偏要跌破外媒的眼鏡 對沒錯我們預估這個獎牌褲 希望有非常非常多的進帳 當然最重要我們希望所有的選手都能夠平安安全 然後在場上有好的發揮 也留下好的回憶 畫面上看到今天其實在送單機場是蠻多工作人員都穿著防護衣啊 全套這樣的一個防護 對不管是航空公司的人員 或者是其他的戰務人員 甚至奧會本身自己的一些工作人員 其實大家這些基本的配件都是有的 那不管是口罩啊護目鏡 甚至有的帽子等等都有戴好 就是希望能夠在這一段期間可以保持清潔 然後不要有任何染疫的風險 蘇選長從畫面上看起來真的是 就是要等到最後一個人走上首席 當然從第一位到最後一位都要親自幫他們加油啊 那相信選手應該也都很開心啦 因為過了這麼久 那經過了甚至是多了一年五年的訓練 那終於要再次 有些人是再次 有些人是首次要踏上這個奧運最高殿堂 那這一段期間其實很多國際賽都取消 其實相信選手在實戰上沒有比賽的話 其實他們也會 就是心情也不是這麼的好 那終於要踏上戰場了 對他們來講其實一定也都很開心 其實受影響的不只是台灣 全世界都受到了這一次COVID-19 整個疫情的一個影響 然後我們只希望 就是說在這一次難得全世界頂尖一流 這個體育選手的東京奧運 那當然在防疫準備為前提的情況之下 所有來參加東京奧運的各國選手 都能夠拿出他們的一個最佳實力 讓今年年後一年舉辦的東京奧運 能夠有一個精彩的比賽的過程 沒錯 那大家現在畫面上可以看到選手們已經在掃描護照準備入關 我覺得很多人透過直播可能很懷念這種當初出國度假 坐飛機的感覺 很多人真的都沒有好久沒有去出國了 是啊所以今天可以用雙眼就是看別人出國 感覺也是滿開心的啦 相信雅里哥應該也很久很久沒有踏進機場 那當然在今天我們從十點半開始為大家帶來這個現場的一個直播 其實今天在鏡頭前面如果大家可以看到我跟以理 其實我們今天穿的這個體育署MOE的這個衣服 我們上面有選手的一個簽名 沒錯那個雅里哥看的書我這個簽名是誰的簽名 這很好認啊這個是李志凱蔡奇阿凱 是是是體操 拿過兩次的這個世大運的這個安瑪的一個金牌 我們當然希望這個蔡奇阿凱翻滾吧男孩看看 在今年的冬季奧運如果能夠再得到一面奧運金牌 當然不要給他太大的壓力 我們到時候脫庫轉播一起來替李志凱來加油 對一起來集氣幫他加油 那雅里哥 我身上這兩個人是誰的簽名 這個是林雲汝 對林雲汝還有鄭宜進 哦就是我們這一次也是非常 讓雅里哥讓那個鏡頭看一下 這一次也是奪牌的友力組 對我們知道雲汝其實這幾年在這個桌球這個項目 世界桌戰上是崛起的非常快 很多國際賽也都拿下了不錯的一個成績 對他跟宜進的這樣一個混雙搭檔 這一次我們也在五朝元老莊智淵的這樣的一個帶領之下 那桌球項目那大家到時候也是要來一起來替他們好好的加油 是那他們這一次目前是排名世界第一嘛 那也希望可以在團體賽之前就是先打下開門紅 祝他們就是首戰就能有好的成績 為中華隊人增添更多的氣勢 好今天在整個YouTube平台上 MO1頻道的一個現場直播啊 大家透過鏡頭剛才已經看到我們這一次的整個在台灣的這個中華代表團的成員 今天早上在松山機場經過了蘇生昌院長的這樣的一個送別之後 現在已經應該是全部登上飛機了 在稍後的一點鐘他們就要離開松山機場停機坪來飛往日本的雨田機場 是那當然奧運從7月23號就要開始了 各位觀眾朋友們也要透過各大平台要密切關注我們的中華健兒 不管是透過OTT啊或者是有線電視無線電視 其實都有非常多的轉播可以收看 所以記得一定要幫中華隊集氣加油 那今天我們在這個MO1的直播平台的一個直播工作啊 那隨著選手們登上飛機 那五個人以理的任務到這邊也要告一段落了 再次提醒您 那今年的整個中華代表團啊 總共有18的運動種類 總共有68位的選手 每一位的選手都值得大家來關注 來替他加油 我是陳亞里 在這邊跟以理 在這邊先跟你說跟再會了 我們在為中華隊加油的聲中啊 我們繼續希望在今年的冬奧中華隊有好的一個成績 好那我們最後是不是一起中華隊gogogo這樣 中華隊gogogo 好嗎 不 necess 1 哎 好嗎 está 那個 好嗎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